大家好 我是Tom 回到玩進擊的Grantatus 今次會有新的緊急戰鬥 五星的二型巨人 可以獲得7克屬性的角色 還有Lock-in bonus 會有30個水晶 出現時間全日都有 出現日數由4月2日開始 到4月30日 有些日子是沒有的 看看時間 之後到一週年 第二彈活動 4月2日至4月18日 會多回第二彈任務 一週年的指令 拿一個裝備卡 還有目玉報酬 拿一個轉彈券 有這個POOL抽伊爾賽 打一個復刻活動 IF關卡伊爾賽的戰果 4月1日至4月15日的活動 後半戰在4月8日 找回作戰指示書 打回關卡 拿月子勳章 交換離法 加成的角色 又會有 調查兵團的伊爾賽 護衛班的希奇 和調查兵團的佩托拉 和第四分隊的離法 再出回吸集的海巨人和女巨人 又打回這些關卡 又可以拿來換東西 接下來4月3日至47日 會有個總員出擊戰 又可以再打回 打法一樣 和以前一樣 伊爾賽的戰果 總共有15關 指令我們看回 IF關那個先 在最底 打回70次的主力巨人討伐作戰 拿回100個水晶 跳巨人討伐 拿回月子勳章 銅 用回白銀屬性 兩體以上編成 打回主力巨人討伐作戰 拿月子勳章銀 之後收集月子勳章 拿跳個券 打回主力巨人討伐作戰 交換鎖 換到離法 白銀屬性的覺醒石 小 紅蓮屬性的覺醒石 大 和彩色覺醒石 可以換到3顆 彩色覺醒石 總共可以換到6顆 緊急戰鬥 打二型巨人 用差屬性的 有利屬性 角色去打 會打回這個 是女巨人的身體 也是一樣會用這個呼叫 會有很多巨人出來 比平時難打 最後一周年紀念活動指令第二彈 有個每日任務先 可以拿回星之勳章銀 包括緊急戰鬥挑戰回數五次 抽彈以外的角色碎片 30個入手 打緊急戰鬥就可以了 關卡挑戰35回 任何關卡都可以 熟練到蘇財 200個入手 打其他關都會出 最後 第五個就是打在上面 達成後便會完成 拿到星之勳章銀 第二個 沐浴報酬 拿回一周年券 根據星之勳章銀的入手數量就會拿回 累積報酬 打回星之勳章銀的入手數量都會拿回 裝備卡 錢和經驗結晶 還有個累計任務 關卡最大2845回 拿星之勳章銀 緊急戰鬥挑戰回數最大500回 訓練素材 入手數量4960個 還有 抽彈以外角色碎片 入手1495個 全部都是拿星之勳章銀的 有個新角色 精銳的士兵 有 阿爾文 差屬性 主要打二型巨人 AP是5 進擊型立體機動裝置的單體攻擊 隊長技差屬性SP 增加速度30% 我玩SP流就最好 對於二型巨人優先追擊 攻擊力有65% 擺明是 要你們抽這隻去打 最新的一關二型巨人 Buddy Attack有這幾位 可以做範圍傷害 HP有8300 攻擊力有9461 攻擊回數3次 所屬兵團是調查兵團 今集玩到這裡 下集再見吧 拜拜